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石头去教 网上看了一个公告 推的时候,我给推出去了 公告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人家有公章 人家有公章 广大村民我村三社村民张正德 要在2018年3月1号为儿子张强举办二婚酒 其行为违反我村村规民约之宴席规定 禁止举办二婚酒 广大村民不得参与他家帮忙 走人护送礼 若有违背者将严肃查处 特此公告 琵琶村的村民委员会 琵琶村的黑白理事会 爬一盖一工章 挺荒谬 非常荒谬 另外一个呢 我看的一故事 他说这个中国的软实力啊 就在海外一带一路 软实力四处碰壁 主要是讲一带一路跟这个孔子学院 高级动物你讲什么叫软实力啊 自我否定自己内在的生命真实 自我否定自己内在的生命境界的根本 自我否定自己内在的一个缘分的基础 这些都是跟灵魂相关 这些都是跟轮回转世相关 这些都是无神论 进化论 高级动物说法的天敌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 今天我们再看这个东西 荒谬吗 一点都不荒谬 这是真正高级动物的行为 第一是公告的词 公告这种词 和下面盖公章 没人签字 没人负责 这是共产党的做法 在政治和正常人的社会 都是没有什么公告不公告 对不对 大家都是给个人签字 个人负责 这是人的社会 二婚酒 不许喝二婚酒 我看过另外一帖子 让全村的女人 让全村的女人 怀上第二胎 这是村委书记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记得我给转退了 这事儿 这种 这叫荒谬吗 不让生孩子的时候 是党 党干的 是村委书记干的 那必须生二胎 都是还要村委书记干 村委书记 你得每天晚上吃多少黑料豆啊 那是种马 种马顶多吃点黑料豆了 不累死你王宝高的 把你孙子都搭进去 也得累死你了 但为什么出现这种荒谬 这就是生命的认识 对吧 这就是 这是本身 这不叫荒谬 这是共产党真正邪恶的本质 真正邪恶的本质 在这种邪恶的本质之下 今天你再看待目前这件事情 我现在就像吴小辉出这事情 吴小辉就是一个被打东西 是个标杆 是个标志 是个被习近平记齐的人 我跟大家说 他爬着女人的身上上去 爬着三个女人的身上上去 陈小鲁在中间成为了一个获利者 这是今天真正红二代的 披露出来的故事 很有趣 但很真实 对吧 上到邓家 所以邓家的势力完全完了 完全出台了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 其实牵扯到吴小辉 在另外一面就是胡舒立 所以吴小辉跟胡舒立 今天出现了 2017年出现了真正的对垒 而2015年1月29号 新世纪杂志 是这个 登出了吴小辉 这个安邦 叫什么 什么安邦大揭秘什么 那个就是胡舒立主动挑战吴小辉 而吴小辉的背景呢 在当时很清楚 他真正 现在看过来 背后的真正势力 其实不仅仅是邓家 邓家主要是他的太太 邓桌 邓桌 而他更大的 真正吴小辉的背后势力 是真正的红色权贵 以陈小鲁为代表 以陈小鲁曾庆红为代表的 红色权贵 所以当时的挑战 等于是王岐山的中纪委 挑战真正传统的红二代 红二代 权贵家族 那当然吴小辉才会表现出那种高调 他不怕 他的媳妇是邓小平的外孙女 他的媳妇顶他 那任何人包括王岐山 包括习近平都会忌讳他老婆的 不是怕他老婆什么 因为他老婆是邓小平的真正的亲外孙女 这个身份要命 是他的身份要命 而不是这个人有多厉害 陈小鲁那是真正的红二代 对吧 那是真正的权贵资本家 红二代 那陈小鲁的概念就相当于 王振家的王军 薄一波家的薄熙来 是这么 他基本上这么来 陈云家的这个 陈云家的这个叫陈神的旺 那这样的家庭习近平也看不过 但他不服输 所以在2015年南方周末 跟随着财新网登出的消息 进而撤掉道歉 但胡舒立不道歉 张立凡对明报说 这个案子在震慑红二代 及其形成的权贵利益集团 金融寡头 行业寡头 中共两会召开在即 人事布局尚未完成 这是一场政治不易 警告对手 我觉得不只是警告对手 而是完全压住对手 习近平要做他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 因为我看这个 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 已经看到了 26号将要开会的内容 就是要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机构改革 权力机构改革 而张立凡说 吴小辉可谓是多个权贵家族的白手套 拿他祭祺震慑家族 保监会接受安邦 断了他们的财路 令他们无法利用财力 跟当局抗衡 这话就说的很直接了 那吴小辉里面牵扯到 比如说我们还不知道 说有没有肃裕的儿子 有可能有 肃裕家的儿子 习近平也未必能抗衡得了 他不能不买人账 对不对 而他真正顶掉 顶掉邓家的标志 就是他照的那张照片 在这个时候拿出来 所以邓家完全退出政治舞台 现在邓家退出政治舞台 以邓卓写签订离婚书为标志 那而陈小鲁他们现在是被打的对象 陈小鲁素育的儿子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曾庆红 应该是曾庆红 安邦有四大罪名 滥用保险资金挑战保险信保 股权混乱 摄先摆手套 无视正商规矩 疯狂杠杆操作 诱发金融风险 把国家银行当成提管机 打造违规金融集团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 他主要的说法 2017年5月份 财新网再次登了文章 封面文章 穿透安邦魔术 揭开安邦集团的财务内幕 那安邦随后发表声明说 财新对吴小辉进行人身攻击 主要是说三次婚姻的事 所以这是吴小辉的败笔 也是吴小辉亮了底牌了 对吧 这个亮了底牌 是指吴小辉背后的势力 已经示弱了 也就是陈小鲁也好 曾庆红也好 素育的儿子也好 已经开始跟吴小辉化开了 就是说他指不上 吴小辉已经指不上了 那些人也已经知道 现在报办 就是习近平王岐山 铁了心打他 所以讲胡舒立 财新网 胡舒立对垒吴小辉 是习近平王岐山对垒红二代 而不仅仅是邓家 邓家在这件事情上 基本就是完了 陈破空先生说 胡舒立 吴小辉各有政治背景 公开翻脸对决 代表着背后政治势力的对决 胡舒立背后 王岐山 那吴小辉背后 红色权贵家族 吴小辉警告胡舒立 不要找人施压 这里指的就是王岐山 香港01说 吴小辉被公诉 展示出 中共反腐转向红色家族进去 在商界 红色家族被认为半米江产 是 应该是 所以我觉得 不是转向 而是用他压住 那红色家族很可能就像 如果投降的话 可能就像邓家似的 你有多少钱 你自己过日子就完了 国家权力跟你们没关系 所以习近平在打掉 在这件事情上 打掉红色家族权贵的 所有在中国政坛的权力 剥夺他们的权力 透过政府转型 透过党和国家 这个机构转型之后 那他们将失去了 他们已有的那种 利益的杠杆权力 那文章里还引述了一些 其他公司的内容 其他这个媒体报道内容 但是在报道中呢 我以为他这里面 主要强调的都是 真正背后的势力大对比 就是他权贵 我以为就是权贵势力的大对比 这种权贵的势力呢 其实在我个人眼睛里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的应该就是 吴小晖 对不起 陈小鲁 主要是陈小鲁 那天朋友在那个文章里 也提到 陈小鲁跟吴小晖 和包括苏玉的儿子 他们是从杭州起家 而那个时候 习近平在杭州认 那个时候习近平在浙江任省委书记 当时的习近平 不是现在的习近平 当时的习近平的状况 和现在的习近平的 不再其为不毛其正的 现在这个习近平 是完全两码事 在当时的习近平 他们很可能是利益的共同体 第一个 第二个 那这种简单的讲法 如果当时出现了 邓卓软 邓家的孙女 陈小鲁 陈毅的儿子 苏志军 苏玉的儿子 那当这几个人出来之后 那习近平无力抗衡 可以说他没必要抗衡 对吧 没必要抗衡 那反过来 走到今天 在这种 从2015年对决以来 2015年的对决 其实是应对着 2014年的 整个香港的雨伞运动 整个香港的雨伞运动 是曾庆红牵头 利用了江家势力来打 到现在习近平都不提 香港雨伞运动当时的状况 没提 我没有看到任何资料出来 但他一定有表态 对不对 那而2015年1月底 转头去打吴小辉 这是当时习近平应对的场面 打吴小辉 同样是想说压掉邓家的女婿 孙女婿 就等于压掉了 中共党内所有的这些 有势力的权贵的背景 这是他的当时的做法 但是呢 在压的过程中 就牵出了 应该是牵出了更多人的势力 那如果在此之前 我们没听过陈小辉说话 我们也没有看到 这个素质军会怎么样 而那个时候出头 出头比较明确的 就是陈小辉 而陈小辉的表态是软钉的 我没拿钱 跟我没关系 我就站站台什么的 但是这一些战略上的部署 这是明确的 不想跟习近平翻脸 但是警告习近平 而在王岐山 在这件事情上 接着就打了这个 又打了那谁 打了这个郭文贵 那郭文贵一下就蹦起来了 因为他已经到海外 而这样的人 这几个人 都是跟曾庆红为中心的 江泽民的势力相关 所以曾庆红横跨了两派势力 江泽民的势力 和真正红二代的势力 而他们的中心是贪婪和钱财 所以就变成了习近平 在真正想完成他的夙愿的时候 他没有任何选择的 要打击红色家族 把他们彻底清除掉 中国政坛之外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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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